哈囉 大家好 請 那後來這邊是以下喔 已經打到我們12分鐘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下後面的劇情啦 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最後到底要撐多久喔 然後 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的能量飲料補血已經是滿了 然後這邊的迴力錶也是滿的 然後我們自己的手禮件已經是紅心的狀態了喔 那 目前這款遊戲的話 蠻酷炫的就是 你升級之後是可以在下方看到就是我們各個武器啊 哪一些跟哪一些搭配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這樣子 我覺得挺好玩的 挺有趣的喔 好 那我們就直接走起 你看我們現在手禮件的速度快到 根本就不用擔心那個 哈哈 根本就不用擔心怪物會把我們給弄爆或之類的喔 好 那 待會的話我們升級之後我再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來說大概還可以往哪一些分支走起這樣子喔 那其實大家我有看到大家說這遊戲就是抄襲或是幹嘛之類的 其實這遊戲的類型大同小異啦 就是這樣子 然後撐了 然後回合式增加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要看一個遊戲有沒有就是那個 吸引程度的話就是要看一下就是 他那麼多一些新的東西這樣的概念喔 我覺得他的這個武器的這個 相加上去有一些就是不一樣的東西還滿酷炫的 有沒有看到這邊 假賀人法鐵這邊的話突破組合會是手禮件 所以我們現在的話就是一直升級這個 假賀人法鐵的話我們的這個能力應該就會變強這樣子喔 而且再來就是他每一段時間之後會有Boss啦好不好 其實這種類型的遊戲的話其實就是 已經出了滿多了 也不是吸血鬼倖存者或是就是那個 元祭石是他們的那個就是機械狂潮開始的喔 從以前到現在的話還有那個就是那個 不是有一大堆那個打殭屍的嗎 其實這種類型的話只能說就是 他們是一種類型的遊戲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太算是一種就是 超級的那種概念 哇哇哇哇幹嘛幹嘛幹嘛 哇靠 幹嘛啊 欸 欸 三小了啦 欸 這後面有點恐怖欸 哇直接黏死 夭壽 沒關係我再打到12分鐘我看一下後面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這次要小心一點點 欸後面在幹嘛啊 好那這邊的話則明又重開了一場喔 那這一次的話呢超級無敵 幸運的 你們自己看我們現在已經跟剛剛完全無法比了 我們現在有三個這個紅色星星的部分 那目前來說因為哲平上一次基本上才看到 就是有那個武器相關的加成啦 所以哲平這邊的話 盡可能就是讓他們都有加成的這個狀態喔 然後目前來說我覺得那個思潮來襲啊 因為剛剛那個就是很多那個 思潮過來的時候我們直接被 撵斃嘛 那個地方的話其實如果看到思潮來襲的話 盡量就是要到處走動喔 其實哲平剛剛一開始的話因為在介紹 所以沒有到處走動其實是蠻浪費的 這個應該要就是要應該要就是 各式就是一直走動一直走動這樣才對 因為你如果沒有走動的話 那個思潮會直接把你撵過去這樣子喔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現在這個 齒輪又把他升級成就是那個 就是經格時間超短的 所以他基本上一直常駐啊 然後我剛剛的話 基本上轉這個輪排的時候 我有開到火車 就是這個 他放煙火他就會 就是一排火車有沒有看到 直接五個 五個開火車 然後五個火車基本上 停下來的五個這個裝備 都是你的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頂不錯的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目前來說應該 這一次應該可以通了吧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通了啦 應該是可以通了 好 全部滿起來全部滿起來 加油加油加油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喔 你看我們這一次的裝備真的是超級多 而且我們雷電啊已經升到就是最滿級了 你看這個雷電就從藍色變成這個超級黃色了喔 然後我們就盡量到處走到處走 因為如果我們就是好運拿到那個石鐵的話 他是可以直接把全地圖的那個 不知道是全地圖還是範圍耶 反正就是要把我們剛剛打過的那個所有的鑽石 全部吸到自己身上 那你等級就可以升得很爽很爽這樣子喔 我們現在為了就是 等一下要來的那個石草先幫自己清一條路 來了有沒有看到 這個吃下去 送送送送送送送超爽的 然後我們開始點 這個把那個可以突破組合都給他升級起來喔 突破組合都給他升級起來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先這個 這突破組合到時候應該就是 你待會再升級一次的話應該是可以看到那個了 好不好 我們先走出去 這個蟲蟲這個地方有點麻煩 我們先走出去 因為剛剛就是這個蟲蟲區讓我們直接爆開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 哇 這敵人也太多了吧 夭壽 每一個都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生活圈的那種感覺耶 然後我們要盡量就是 找一個能夠 就是 走開的那個路 有沒有 走一個道路 他其實會有幾個地方的話 他的那個防守線路是比較 沒那麼高的 那我們就可以往那個地方走 其實我覺得現在不起來說 我應該都可以輕鬆的突圍耶 反正就是繼續給他往那個就是 比較少人的地方走 這樣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沒有往少人的地方走的話 待會那個絲巢過來 你大概又要直接爆開了 他們直接全部轉過來我們應該 直接掰掉 看來今天是有機會可以突破第一張喔 應該是有 好不好應該是有 敵人也太多了吧 夭壽 真的太多了啦 瘋狂來欸 哇哇哇哇哇哇 真的好誇張喔 真的好誇張 超多的這個 他也沒有寫絲巢來襲就這麼多了 那待會要怎麼辦 我是覺得有可能會直接進到BOSS關卡 有可能 媽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用這個寶箱 哇 小心一點 欸這個先吃一下 沒放煙火就GG了 然後目前來說我們的好像就已經就是 全部的身上的裝備好像就已經就是 滿了 所以我們現在能夠拿的東西也比較少 哇 能不能給我那個阿 給我磁鐵阿拜託 我好需要磁鐵喔 你看我們現在升級起來之後我們真的是很爽欸 我們這個敵人就是直接輾過去的 哇 但是 這個思潮真的好噁心喔 但是真的很療癒對不對 真的很療癒這遊戲 哇哇哇哇我想要看一下最後一隻BOSS到底是何幫神聖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這樣直接燒爛他們欸 欸 天降正義 先用一下 天降正義就是兩隻機器人合在一起 喔喔喔喔喔 欸他把頭丟出去了欸 喔他爆了 他爆了他爆了 欸 沒了 各位 終於第一張通關了 所以第一張基本上15分鐘 沒有問題好不好 第一張15分鐘 然後第二張的話是這個 城市花園 還有這個月卡的東西解鎖了 還有這個開服加年華 哇 我覺得我要把第一張打完才會有這些東西喔 這款遊戲我是真的覺得還不錯 挺不錯的 就是東西其實挺有趣的 真的是挺有趣的 來來來來 我們先給他全部領起來喔 欸他會送一把A10級的這個武器欸 有沒有看到 A10級的 其實我覺得這間公司的遊戲基本上都還蠻會送的啦 就是你如果慢慢玩的話還是可以就是 玩出自己的那種感覺的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邊的話好像是要 解鎖第二張才會可以有這個對不對 3等啦 3等才會有 旁邊這個咧 要有那個寶石 那目前感覺起來應該還算是不錯 那大家有沒有通過第一張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那今天的話就繼續前往下一張 這個鑰匙是可以直接開個寶箱嗎 有 直接開一個 這個是雙層雪地血 他只有一個裝備而已欸 居然嗎 我以為他會跳很多 我們這樣血量更多囉 走起 城區公園 那他玩法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頂不錯 就是他的裝備都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那個 招式啦 像我們剛剛就沒有選這個磚頭 所以我們就看不到磚頭的這個完全體 但是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那個 隨機過來的時候拿到的東西拿來去判斷 我覺得這個守護者是一定要的 這個守護者生到最後直接那個真的很爽 欸不是欸 我以為那個是我放的賭欸 結果那個是 蝴蝶自己死掉 然後他身上會帶賭啊 我以為那是我的手裡劍帶了賭 就是蝴蝶死掉會帶毒 所以我們也不能去採那個東西 哇居然嗎 我想說 我想說喔 我的武器變有毒性了喔 那就不是那不甘你的事 那是蝴蝶自己放的毒 所以他們每一次都會增加一些新敵人 然後新敵人可能就會 就是有一些麻煩的一些措施之類的 有沒有 真的是挺有趣的喔 那大家有沒有玩這個遊戲呢 你們現在玩到第幾關了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這邊的話炸彈有點太早開了 其實大戰的話我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用在思潮的部分喔 因為思潮有時候真的是太擠人了 反正跟你講啦 這遊戲的造本 就是那個小訣竅就是 你要一直走動 你不要站在原地 那個殭屍會直接把你圍死 所以大家一定要拚命走動 然後看一下哪邊有一些比較薄弱的防守線 那你就往那邊走就對了喔 就盡量不要站在原地 因為原地的話他們那個敵人包過來 你就準備say goodbye了 最好是繞大圈一點點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吃不到原本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有拿到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磁鐵的話是完全不用擔心吃不到這些東西的 它會直接把你吸過來 哇 來吧 然後我覺得手裡劍這個 待會如果有手裡劍的話 我們就是盡量把那個手裡劍普通先升級起來 讓他的威力速度快一點這樣 我們打他什麼 來看一下第一關Boss是怎麼樣子喔 來來來 我都會優先升級苦無 因為苦無的話可以就是射很快喔 那他就在打那個Boss的時候會蠻有傷害度的 因為Boss都是一隻嘛 那你用一些範圍的東西打Boss的話其實就比較還好 但是手裡劍這邊的話是單體刷刷刷的喔 所以這邊是蠻推薦的 如果你有拿手裡劍的話就是先把他升級起來 待會要打Boss的時候應該都不會太困難喔 要打Boss的話都不會太困難 Boss都可以傾心蟲蟲 給他打下去 好 好 喔 大蝴蝶 他剛剛是不是噴毒阿 對 他噴毒欸 喔呦 先鎖定這隻 打池一定有寶箱 但這次的這種精英怪也是挺難慘的欸 因為他移動速蠻快的 喔 絲巢來了 完了完了 磚頭 完了 我覺得這次的開局不是說挺好 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絲巢要來了各位 哇居然還是蝴蝶絲巢 要命喔 蝴蝶絲巢很恐怖欸 因為他滿地都會是那個毒氣 死定了小心點 喔 好險喔 我覺得這次的這個絲巢好像比 一開始的那個絲巢還要再 太和哀可親一點點 畢竟這個蝴蝶如果跟剛剛那個一樣滿出來的話 那真的是很誇張欸 那你滿地都會紅色 然後你完全都不能走 你滿地都會是紅色 你完全不能走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設計 挺良心的 挺良心的 但我也不好說 我感覺好像滿起來了 還是要繞一下喔 反正看到絲巢來襲的時候就盡量到處走動一下 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隻Boss是誰 我覺得第一隻Boss應該 有可能是蝴蝶王吧 有可能是蝴蝶王 打屎打屎 我的磚頭 好險他們現在這個 血量啊 我們都還是可以hold的過去 如果碰到那個打都打不死那確實是挺麻煩的 來 打爛打爛 那我覺得我們這次 沒怎麼吃那個 沒怎麼吃那個 寶石一直沒升級 東西有點爛 吃一吃好了 再升磚頭 連丟磚頭 我們這次是磚頭 磚頭達人各位 磚頭還不錯欸 它是可以就是 丟起來高拋物線然後直接再往下砸的 這個還蠻舒服的 它不是單單只有砸一個地方 它是砸一整個 然後到最下面這樣 這蠻神的一個武器欸 怎麼想出來的 小狗群來了 不是阿 有沒有磁鐵阿 好需要磁鐵 喔Boss來了 好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張這個第一個Boss會是誰 果然是蝴蝶 你看我就說吧 然後為什麼優先先收集 收集劍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們看 這邊它會自動瞄準這個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就是各種繞 欸不是欸 這蝴蝶血量會不會太多喔 不過我覺得是因為我們這次 一開始的這個升級狀態 沒有說到頂完美的 盡量看一下能不能用那個 喔喔喔 欸我全吃招 完了完了 欸欸等一下 欸這個 難怪我會吃招 這個螺旋會跟蹤一點點你欸 哇 被騙了 我想說奇怪欸 我不是都閃得好好了嗎 結果它居然往旁邊 往旁邊歪 哇靠 往旁邊歪啊 這個好陰險喔 唉唷 想說欸奇怪欸 不是都閃過了嗎 喔原來是有回車啊 夭壽真的回車欸 喔喔喔喔喔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ok的 唉唷 金屁閃避 我覺得他們BOSS也是做得很有料欸 說真的 就不是隨隨便便亂做那種 哇 好打死 補血補血 終於可以吸了 好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是順利突破的第一章囉 那大家目前來說玩到哪裡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這邊分享一下好不好 你們目前來說 最喜歡哪一種組合好不好 都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 你們直接組合給一些 希望幫助的觀眾朋友們知道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先玩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打打特工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可以去下載來玩玩看好不好 那我期視頻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